如丰收梦幻 八卦天天看 屈腹恩哥顺秒三物五十五伤害耳饰 给宝宝狂打超级受决 目标全服第一大堂 屈腹孔庙恩哥再次出手 以120个的价格 买下了三物手中五十五伤害的耳饰 这个耳饰仅次于秋沙手中的五十七伤害耳饰 排名全服第二 而在前不久 恩哥还高价买下了全服第三的八十七伤害戒指 他的这一套七伤害 整体属性非常炸烈 随着恩哥买入这个五十五伤害的耳饰 他的装备灵食全部到尾 下面如风就和大家一起欣赏下 这个三物暴一穿刺的超级大堂 一 全服第二扇子 大堂使用情况下综合总伤1102点 二 物品160愤怒穿刺破碎腰带 容量后105防御 403气血 三 第一破血物暴难投 物暴几率达到了惊人的1.19% 四 第一野兽物暴鞋子 物暴几率达到了0.95% 五 160第一物暴难医 综合属性直接拉满 六 160灵力第一的非专用金钦项链 总灵力达到了357点 顶级大堂之间的对比 除了要看他们的装备和灵食之外 更要对比他们的宝宝 毕竟复战宝宝的质量 对于他们能否赢下比赛的胜利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恩哥第一时间就买入了大量超级寿绝 不断更新手中的宝宝技能 加强这些宝宝的战斗力 他给自己的12技能法帝听 同时打上了超级魔星和超级法帘寿绝 他给11技能的五轮车法帝听 打上了超级法波寿绝 他还给13技能的镜台神马壁磊童子 拍上了超级竞技必杀寿绝 接下还会用神父的模式再打上一本 让这个童子直接升级成三合大神 恩哥计划给所有宝宝都打上超级寿绝 能三合的全部三合 目标就是要打造综合实力全服第一的福战大堂